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将于11月3号至14号出访亚洲多国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在这次外访的简报会上指出 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中贸易关系 他将强调中美贸易关系需要更加平衡 美方相信要与中国在多个贸易方面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已越来越困难 而中国看似走上了紧缩开支的道路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访问韩国期间将不会前往板门电飞军事区 原因是时间不够 官员在简报会上又指特朗普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通过电话 通话及书信来往 以发展出友好的融洽关系 特朗普非常期待访飞期间首次会见杜特尔特 有关特朗普竞选团队前外交政策顾问帕帕佐普洛斯 承认做虚假陈述隐瞒他去年曾多次接触 深圳可提供希拉里黑材料的俄罗斯人 事件有了新的进展 媒体公开了他曾接触的两名联络人的身份 据美联社报道 这两名俄罗斯人包括伦敦外交学院院长米夫萨德教授 以及俄罗斯智库组织国际事务理事会项目总监纪莫菲耶夫 由特别检察官米勒提交了法院文件 并没有列出以上两人的姓名 但就指出一名教授去年4月向帕帕佐普洛斯表示 他手上有希拉里的黑材料 这个人相信就是米夫萨德 文件又指 帕帕佐普洛斯曾与另一名与俄罗斯外交部有联系的人接触 相信就是希莫菲耶夫 他所属的国际事务理事会部分资金来自俄国外交部 犹他州沿湖城的犹他大学附近30号晚发生枪击 一名中国留学生死亡 当地警方曾一度把搜索范围从校园扩大至山区 并出动了数百名警员进行搜索 最终于今天中午宣布已将嫌犯纪纳归案 案发在犹他大学东面的德雷山峡谷自然研究区 周一晚24岁的嫌犯不停在峡谷露营时 袭击了自己的妻子 之后在峡谷的大闸外试图携走一名中国男子的汽车 并开枪把他击毙 而不停最后却没有把车开走 徒步逃离现场 警方指不停持有武器是个危险的人物 犹他大学周二停课 附近的通勤列车也暂停 校方一度要求学生留在室内 至于暗中的男死者 是计算机科学预备科学生 并在国际学生和学者服务处担任同学顾问 今天是万圣节 但在白宫昨晚就已经有了万圣节之夜的气氛 昨天傍晚 总统夫妇在白宫南草坪迎接前来讨糖果的小导弹鬼们 孩子们穿着各式各样的万圣节服装 有的扮成拿破仑 有的扮成海军军官 宇航员女巫或卡通小动物的形象 总统夫妇一边微笑着向小访客们招手 一边和他们简短对话 击掌并发糖果给他们 为了营造节日气氛 白宫南边入口 用历任总统模样刻成的南瓜点缀 巨大的蜘蛛和蜘蛛网模型 包围了南部门廊 充满了鬼屋的氛围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关心 全美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在美国太空总署NASA 为了应景万圣节 特地整理了过去 透过各类仪器 接收到的宇宙声波 编列出22首歌 其中不乏许多听起来诡异的片段 NASA公布的数段音档里 包括无人太空探测器朱诺号 在经过木星磁场边界时 所测漏到的波 以及当加里略号探测器 进入环木星轨道时 回传的离子光波 其实这些光波原本是以无线电方式发放 之后才转化成声波 所以听起来宛如恐怖片中会出现的鬼魅配乐一般 事实上 NASA常常运用资讯听觉化的方式 将科普勒太空望远镜 远端卫星等仪器传送回来的光变曲线波动 转化为声波 以便后续科学家分析与解读数据 纽约曾是美国首要的美食圣地 至少就荣获米其林指南三星餐厅数量来说 是全美第一 但在指南2018年的版本中 西岸城市旧金山 以7间米其林三星餐厅成功超越了纽约的5间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名厨冯杰里奇灯的旗舰餐厅Jean Georges 跌下米其林三星宝座至两星名单 Jean Georges是纽约最辉煌成功的餐厅之一 其位于特朗普国际饭店的大楼内 可鸟看中央公园的美景 目前纽约有72间餐厅 获得米其林星级的肯定 比2016年的77间略少 米其林表示 许多之前摘新的餐厅之所以跌出名单 是因为已经关门打击 加州圣克拉拉的警方表示 约100名青少年28日傍晚 在位于盛克拉拉的大美洲主题公园 集体袭击抢劫游客 截至昨天已有20多起相关报案 警方发言人表示 袭击和抢劫是有组织的群体行为 事发时公园正在举行万圣节的庆祝活动 游客众多 袭击者使用了电击枪引发现场大规模混乱 至少造成6人受伤 大多数袭击者在警察到达之前逃离了县长 警方当晚仅拘捕了一名青年 另有一名未成年人接受问询 目前警方正在调取监控录像 试图追踪袭击者 大美洲主题公园是旧金山湾区 四个主要的主题公园之一 公园管理方在声明中说 公园对这一事件反应迅速 但游乐设施当晚并未关闭 以至正常营业 有调查显示 美国年轻人比起年长者来说 越来越倾向于外出买咖啡来喝 而不是自己冲泡咖啡 因此这股趋势对咖啡店的商家来说 算是一个好消息 有分析师引用最新的调查结果说 18至24岁的受访者中 有48%的人表示 过去一天喝咖啡的比率 低于年纪较长的受访者 42%的受访的年轻人 更偏好出门在外喝咖啡 而这一比例在年长的消费者中 为31% 分析师认为 随着年轻族群 迈入咖啡消费的巅峰岁月 这股趋势应该会延续下去 支持咖啡零售业的持续成长 分析师预估 未来十年 非家用咖啡市场规模 每年将成长5%左右 比整体餐饮市场的成长速度更快 加拿大方面 安省24间公立大专院校的教师公巢 进入第三周 但劳资双方至今仍未重返谈判桌 以致工巢结束无期 工会计划于周四举行集会及游行 有学生忧虑指出 罢工若再持续下去 很可能会失去整个学期的课程 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就业计划 有学生联盟提醒劳资双方 学生是为学习而来 他们不应以学生作为谈判的筹码 安省学院雇主理事会在本月中表示 劳资双方应该按理事会提出的最终建议 制定新合约 但工会没有接受建议并发动罢工 安省公共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承认 还未知双方何时重启谈判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